再來就是說有關制定錶單的部分 那像上禮拜那個消貨單 其實各位也可以把消貨單怎麼樣 變成類似像這樣的錶單 也就是說你到底你要怎麼樣讓使用的輸入 最方便 其實沒有答案的 沒有標準答案 你看實際上狀況 如果直接在Excel裡面做 你覺得方便你就在那上面做 但是呢有時候你會發現 你在Excel上面做容易造成一些問題 什麼樣的問題 就是說使用者的會去亂動其他東西 那會造成一些怎麼樣 他可能會做錯很多事情 怎麼辦呢 那你就用錶單就好了 錶單就是抽離出來了 他就彈出一個視窗 你其他東西都不要給我動了 你就只能在這個錶單上面作業了 也就要輸入完 Enter 輸入完 你就一直在輸入就可以了 那這個好處的話 就會避免掉很多問題 很多麻煩 所以很多像之前有同學是在公賣局上班 他的客戶 底下負責有五百多個 他說他每天光他修改他們來的資料錯誤 就花很多時間 後來他想一個方法 因為他上了課之後 他用錶單 讓他的下游的那個 就是他的那個客戶 輸入資料的時候呢 就在這個地方輸入 他發現哇 真的太棒了 為什麼 因為以前要花很多時間修改資料了 現在呢幾乎都不用了 為什麼 因為一個蘿蔔有坑嘛 那你上面如果 那另外你還可以要防呆啦 比如他沒有輸入你要跳出來跟他講一定要輸入 或者是說他裡面明明要輸入數字 就要輸入其他資料 你也要防止他說輸入錯誤 如果這些防止都沒有問題 那基本上他輸入的資料一定都是對的 一定都是對的 你就不用花時間去處理 可能犯的錯誤啦 所以其實哦 如果一個系統建立 真的我後來想想哦 一個系統如果建置的 已經夠完善了 已經防止很多錯誤發生的話 基本上就不會錯了 所以你會發現哦 去日本有個好處 他那個整個系統都已經想得很好 而且他每個地方都很貼心 都已經幫你規劃好了 哪個箭頭怎麼怎麼走 所以你一看哦 其實為什麼我知道 我就看上面什麼 就很順利的到了你要的地方 你不會說你會 像台灣有時候 你跟著指標走 還會走錯 反而是錯的 而且那個上面的指標 還是翻譯錯誤的 你看半天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有沒有 那有時候就是敷衍了事嘛 反正我做了 但做的對不對 是另外一回事 先做再說啦 那可是你到那邊你會覺得 哇真的很佩服他們 哇很多事情哦 真的不會那種 那種很 那態度就不太一樣了 所以也是一樣 如果你能夠在小地方上面 你一個把一個系統給建置好了 後來就不會發生問題了 比如說像你說一個交通設施好了 他那個火車 然後至少都幾十年 可是看起來都還蠻新的 就是感覺他這個應該很有歷史的 可是為什麼還可以存活這麼久 其實就是那個老祖宗的那個 他想到就是說 我這個東西 我要一直用下去 所以我用了材料 像那個木頭 都是用那個 很好很好的木頭 所以他可以一直用 傳給指指順順 一直用下去 像你去吃那個拉麵 拉麵店也都是 雖然他有更新過 但是舊的東西都是 比如說門 還是木門 那那個其實是 看得出來是有歷史的 他只是說翻修過了 就是感覺好像 不是說 他是長遠的去規劃一個事情 做事這個也是一樣 就是說 如果你已經規劃好了 然後慢慢再去修正 當然不可能一次做完 就是非常的完善 但是你可以藉由 就是說一些 你客戶的回饋 那你就是慢慢在修 慢慢在修 修到最後之後 其實就會變得很完善了 另外像我的經驗是 盡量也不要太複雜 不要鑽六角尖 越簡單越好 就是使用者覺得說 按下去做什麼事情 你不要說 你覺得怎麼樣是最 最好的就是 不要學習 馬上會 也不要拐彎抹角 反正就一個 你剛剛說一個蘿蔔一個坑喔 按下這個按鈕 就是什麼樣的結果就好了 不要給一堆按鈕 像有些設計師 他很想要給你很多東西 但是呢你一看 哇按鈕怎麼一堆 到底哪一個按鈕是哪一個 你要在那邊試半天 才能夠學會的 那個是最差的介面 一定是上面都沒有按鈕 最好就一個按鈕 所以為什麼那個iPhone iPad會賣得這麼好 其實就是 他就把每個人當傻瓜 你看小朋友 你拿給他你不用教他 他馬上就會用了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他就是把每個人當傻瓜 如果是這樣子 那自然他就會 自己就可以run的很順 所以一個系統也是一樣 你會發現 一個一個一個 一個不要說一個什麼 這個系統 一個國家也是一樣 一個 一個政府機構 或者是一個什麼 你設計好之後 反正 你不要犯錯 不會犯錯 因為很直覺的 OK 好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